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具有光源和光光光力机的双重功能 其可自收以及自发 该款仪表的光源部分可根据用户的需求来进行定制 而其光光力机部分呢 我们是带有六个波长的单膜以及多膜的测量能力 当然我们可以根据需要开启它的自动波长匹配功能 其适用于光光网络的开通监测以及维护过程 其外形小小 坚固耐用 是您工具包当中必不可少的一款仪表 接下来我为大家介绍一下光光万用表的操作方法 首先打开我们的电源 进入我们的测量界面 我们可以看到仪表上 123456 六个LED显示灯 左三为绿 右三为红 左边三个分别显示的是 光源的发射波长指示灯 右边三个为光源发射的调制方式 左边的波长通过该接来切换 右边的调制频率 通过该键来切换 可选择270 1000 2000 或者连续波 该键为光光预计的测量波长的选择 我们可以在屏幕的左上方看到当前波长的显示 在普通情况下 当我们的光温万用表自收自发以后 调制我们的发射波长 我们的光光预计的波长是不会跟那改变的 我们可以通过 推进键 以及该按键 来开启或关闭 波长识别的功能 当开启以后 左下角会显示 推进的图标 以表示 该功能已开启 在该功能下 我们的光光预计将能自动的识别 我们的光源发出的波长 该键为单位切换按键 有三种单位可供选择 分别为dbm db 以及毫瓦 该键为参考值 查看 以及设置参考值的功能 轻按可显示当前参考值 长按则可将当前数值设置为参考值 在db的一声之后 即完成了参考值的设置 该键为数据记录 以及调阅功能 按键 长按两秒以后 可记录当前数值 或者轻按一下 通过 这两个按键 可上下切换 查看已记录的数值 再按一下即可退出 该按键为被光灯功能 和切换 开启或关闭 其被光灯功能 通过短按电源键 可以开启或关闭 我们的自动 自动关机木 自动关闭功能 我们可以看到 右下角现在有一个 Auto Off图标 即显示 显示为当前是自动关闭功能开启 这次光万用表的面板 以及按钮介绍已经完成了 接下来我为大家演示一下光万用表的制定 以及测量的步骤 首先打开万用表 将我们的标准跳线 连接至光万用表的两个钢口上 在连接完以后 通过R1EF键 来进行制定 长按两秒 好了 至此我们的证点已经完成 接下来我们进行测量 连接我们的盖侧跳线 用法栏将其与标准跳线连接 然后将跳线的另一端 连接到我们的领域的连接至我们的仪表 屏幕上显示的数值 即为该带侧跳线的插绳值 优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